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新加坡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进口 奇怪的是不产茶的地方 竟然冒出了一个登上国际舞台的精品茶品牌 让人佩服新加坡在品牌行销上的魅力跟执行力 灵魂人物是一对年轻有为的夫妻党 出身律师世家酷爱喝茶的发裔摩洛哥人Taha 和曾经在跨国精品业服务十多年的美国妻子Miranda 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精准的故事行销 和对细节的讲究 把品茶包装得奢华时尚 在新加坡黄金地段喝下午茶 竟有置身欧洲宫廷的错觉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整面精致的茶罐墙 事实上新加坡根本不产茶 不过这个品牌却有着一身找茶的好功夫 再搜罗了全球各地超过800种的精品茶叶 加上独特高端的行销手法 但这个牌子在短短几年当中 就成为全球精品茶的代名词 在不产茶的国家建立茶叶品牌王国 背后两位重要人物是来自摩洛哥 爱茶城市的Taha 和擅长精品行销的妻子Miranda 它真的能够提供的艺术 因為它是在亞洲的咖啡廳中心 所以我們可以經常去參加我們蔬菜 和他們做新種類型的咖啡 新製作技術 把茶葉當時尚葉來操作 細節就是品牌DNA 店面幾乎都選在五星飯店或高級商場 不只產品包裝 器具擺設講究 連茶湯倒進杯中的角度 都要斤斤計較 我們建設了一個茶餐和店的酒店 去介紹我們的客人 通過不同的方式 如果你不是一個茶喝者 你可能要來吃飯 或者吃飯 或者吃飯 或者吃飲食 在天下 所以我們要來吃茶餐 我們要來吃茶餐 所以他們可以吃茶 桌上還會擺著茶書 讓客人品茶之餘順手翻閱 了解茶葉歷史 感覺像是歷史悠久的百年老牌 但其實它非常年輕 2008年才成立 1837並不是品牌創始的年份 而是為了紀念新加坡在這一年 成為全球香料 茶葉 與奢華精品的貿易戰 技巧地轉化了品牌概念 早上是我們的新加坡早餐 代表新加坡 這是最經典的嗎 對 這是一種黑茶和綠茶 和香蕉和藍色 這是很新鮮的 代表新加坡的歷史 調配茶是品牌橋項 從全球茶園收割茶葉 再經由手工調製 混搭出各種風味 顧客挑茶的過程 像選香水般有趣 當然這套品牌是一個旅程 它是33個國家 所以這是那種奇妙的購物 我們希望人們在茶 800多種茶葉 每一款茶的配方 特色 都要如數加珍 還有這專屬彩繪茶罐 也是吸睛焦點 五顏六色的茶罐 都來自創辦人的設計靈感 而且每一款圖案 都充分反映出這款茶葉的特質 讓客人不只在品茶的同時 能享受茶香 在視覺上也相當的賞心悅目 口感醇厚的濕塵早餐茶 以熱情火紅搭配金色雄獅 墨綠色的蝴蝶夫人之茶 充滿日本服飾會風格 單買這樣一個大的席製茶罐 要價就超過6萬台幣 店鋪使用的茶壺也很講究 依照沖泡杯數有三種不同尺寸 裡頭是陶瓷 外教不鏽鋼 可以保溫45分鐘至1小時 另外像帶裝的茶包也有學問 Croton is the best way to infuse tea but it does not change the flavor of the tea Why is that? It's the most natural way to infuse the tea If you use pepper tea bags then maybe the pepper will absorb the flavor of the tea before you drink it and then we don't use any stapler or glue so it does not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tea and there is exactly 2.5g of tea per bag 成立不到12年的品牌 已在全球17國開了超過70間茶沙龍和精品店 強大的品牌行銷力 讓許多百年老牌和產茶國家都望塵莫及 在不產茶的地方都能把茶文化推向世界舞台 搶好茶的台灣如果能有更全球化的行銷思維和策略 透過故事賦予品牌生命 其實也大有可為